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享受去计划一趟旅行 让我更有想象力 找到行动的力量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我是Ean 我喜欢阅读 更喜欢思考 能为这世界做些什么 给予和分享 使我得到的更多 Ean 我们在谈到 这个第八届的 不可偷盗的时候 其实有不同的神神家 在看第八个界密的时候 讲到说 从消极面来看的话 不可偷窃 不可偷盗是 不可去拿那些 不是属于你的东西 别人的东西 但是同时 这个不可偷盗 其实他讲到的 因为他最原始 其实讲到的是人口贩卖 其实就是一种剥削 因为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 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贫穷的 所以其实人们 真正拥有的财产其实不多 但是最宝贵的 就是他们的家人 特别是孩子 所以孩子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容易被抓去贩卖掉 比如说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约瑟也是这个样子 他也事实上是被拐卖 然后成为奴隶 所以其实这个诫命 其实并非只是 关乎一个人的财产权 它更是保障人类的自由 所以这个保障人类的自由 其实有圣经学者这样讲 他说第六届禁止谋杀 第八届其实禁止一个 社会性的谋杀 就是侵略 或者是利用别人 剥削别人 剥削这些人的自主权 他的自由等等这些的观念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有一些 十八世纪的这些文学作品 你可以看到说 像狄更斯所写的小说 可以看到在当时 英国的社会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贫穷 有好多好多的社会问题 那些富有的人 怎么样的剥削 这些在工厂里的劳工 他们可能在工厂里面 做了一天工作16个小时 18个小时 只得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薪水 事实上这是共产主义 为什么会崛起的一个历史背景 那我们也知道在拉丁美洲 其实有很多的地主 然后这些地主对于这些电农 其实这些电农是很辛苦的 他们长时间劳动 只要一点点 那这是解放神学 它会产生的一个背景 那么其实我们要谈到说 其实不管是劳方或是资方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其实他们是共同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劳方需要资方 资方需要劳方 你知道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彼此一起的同心 能够创造更大的利益 从一个小到在 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员工 我们应该竭力地成为 最有生产力 最认真 最负责的员工 如果我们是一个老板 那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 最照顾员工的老板 那么小到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从我们的公司开始做起 大到我们相信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会产生改变 如果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政府的里面 我们应该要去改变 整个经济的体系 改变整个法规 相关的法规 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 能够更加 更加的保障劳工的财产权 也同样的能够使企业 能够有良好的发展的环境 这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不可偷窃 其实某种程度 从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讲到的是 看得见的 所谓的资产的一个保障 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资产 是看不见的保障 包括人的尊严 包括人的自由 包括人的自尊 包括人的权利 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某种程度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看不见 所以很多的时候 当我们在互动关系当中 很容易因为它不是看得见的 但是借着我多一点什么 我就可以为自己 多争取一点什么 比如说你知道 神给我们的治理 其实包括是 不管是大地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管理的 包括人或者是资源 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 其实在这整管理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很难从 我所管理的对象的角度 来思想到底什么样的管理方式 对它来讲是最好的 因为我只会从一个角度来思想 就是对我 对我的利益来讲 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剥削 为什么会有利用 为什么甚至当时你谈到的 不管是在17 18世纪 其实甚至我们看到 整个的殖民主义等等这些 其实就是同样的观念是说 我要怎么样能够 更多的去为我自己谋到益处 可是那个更多 却是让这些人 经历到更大的亏损 所以怎么样从神的角度 其实来看 我们怎么样 因为其实从神的眼光 我们的管理是要成全 换句话说 等于是说当我有资源的时候 我其实是透过这些资源 在服务或者是服事 意思是说 我如果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是更有资源的 我应该去思想 我怎么样能够去帮助 一些边缘的 或者是弱势的 怎么样借着我所有的 而不是更多的让这些人 进入到更大的贫穷的里面 以至于我可以剥削 他们的财产 让我自己更富足 也就是在这个 诫命的核心当中 其中一个它直接指向 我们生命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个人会去偷窃 或者是一个人会去利用 或剥削别人 那么这其中一个 其实到这所谓利用 跟剥削别人 到今天为止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仍然到处可见 在公司的里面 甚至我看到前一阵子 有个新闻 它说事实上在日本 日本有很庞大的色情产业 说事实上那些色情产业当中 有很多的女孩子 是完完全全被欺骗 被强迫 被剥削 甚至是他们签下了一个 不平等的条约 的合约 然后以至于他们被强迫 做这些事情 那么这些 这整个说明的一件事情就是 是自我中心的 人们是自我中心 而且完全轻看了别人的尊严 完全轻看了 神所创造 神所救赎的别人 他们生命的尊严 而且也是完完全缺乏爱的 所以在这个揭秘当中 真正的问题是 当人们把自己的度负当成神 当人们完全轻看了那些 以神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人的价值 而且在这个当中完全没有爱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我想举个例子 你知道在美国 有些人这样形容说 这种很多 现在失业率很高 那有些人他们只能够找到一些 所谓的Mac Job 你知道这个所谓的Mac Job 就是这种在素食店里面工作的 这种终点的功能 他们就是代表说 这是一个最基层的 他们拿的是最少的薪水的 OK 那么就好像可能在Walmart 或是在McDonald里面工作 拿得很低的食心 可是在加州呢 我想我们最喜欢吃的汉堡店 可能是Inan Al Burger 这个Inan Al Burger 其实里面只有三种汉堡 就是牛肉汉堡 牛肉起司汉堡 双层牛肉起司汉堡 真的是很好吃 现在想到就觉得 哇 流口水 这个Inan Al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的这个杯子 或是它的这个袋子上面 都印圣经的经文 对不对 你会看到一些 它的owner是基督徒 对 它owner是个基督徒 那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基督徒呢 它不只是用 它的这个杯子的底下 或是这个 或是这个薯条的袋子 或汉堡盒子 来传福音上面 印圣经的这个经节的出处 其实另外一件事情是 它给它的员工 很好的薪水 远超过州的标准 跟联邦的标准 好像在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在十年前 大概在十年前 它的员工的时薪 差不多就有十一块美金 时薪 那这个薪水是远超过 其他的标准 也就是 它真的把其他的员工 当作是伙伴 它认为说 如果我好好地照顾我的员工 我的员工就会快乐 我的员工就能够提供 更好的服务 他们就有很好的品质 那么每一个来到 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会享受 这个地方的氛围 意思是说 其实如果在一个正确的 合身心意的价值观里面 其实劳资两方 劳资双方 可以不是对立的 可以不是对立的 相反的是 我们其实是伙伴 我们是一起携手 来创造彼此更大的利益 因为那是在一个爱的里面 我们在爱的关系里 我们看中彼此的价值 所以其实回到 这个第八戒所说的 不可偷窃 不可偷盗 其实如果我们用正面 积极的角度来回应的话 应该是 我们怎么样用一个 知足的心 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 当我开始为我所拥有的感恩 当我觉得神赐给我的 其实是够的 其实我就会保护我的心 也会让我活在一个 彼此的信任关系当中 也会开始让我 所渴望的 不是为我争取更多 而是为大家的效益 为社会的福利 为那些比我 可能甚至比我缺乏很多的人 我开始去顾虑到 他们的需要 在圣经的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很好的 劳资双方的例子 比如说当然 第一个最好的例子 就是约瑟 因为约瑟在为波提罚的时候 或是约瑟在监狱里面 或是约瑟在法老之下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不管他在波提罚的家里面 或是在监狱的里面 或是在法老的皇宫里面 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 他们都不是主内的弟兄 甚至或许他们也许 可能也有一些败坏或邪恶的生命 但是约瑟却全心全意地 使他们能够得到极大的祝福 所以世界上说 神使约瑟能够摆世顺利 然后他真的使他们 他们的家都能够横同昌盛 也很大的祝福了埃及 或者我们可以看到 但以理 圣经上这样讲 他说 但以理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约瑟或但以理 但以理他在 不管在巴比伦 或在波斯帝国里面 他都是为他们能够创造 一个极大的利益 他为他的主人 创造极大的利益 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公司里面 我们也是效法约瑟 跟但以理的榜样 但同样的 我们不要忘记 在以色列当中 也有好些很好的国王 譬如像大卫 像所罗门 像西西加 像约西亚 这些国王 他们都为着他们的成民们 创造了极大的富足 康乐的生活 身为一个 身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身为一个君王 我们都应该思想 怎么样子为我们的员工 我们员工的家人 还有我们的客户 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其实神要我们 神要我们治理这地 所以其实不可偷盗 跟我们的治理的能力 是有关系的 意思是说 当我在治理的时候 特别是讲到那些 你就想象 其实当人失去了 与神的连结之后 其实我们也失去了 从神的眼光 从神的角度 来治理这地的能力 意思是说 当我看到 每一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们人 最容易的是什么 因为当神给我们 这个治理的责任的时候 其实包含亚当 他 我就在 我常在想象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要去 帮所有的动物命名 那我们知道 名字其实跟一个东西 他的 purpose 目的 跟神创造他的目的 跟荣耀有关系 所以当他在命名的时候 我相信那不是 因为神不知道 他创造的东西 应该叫什么名字 我相信那个命名的动作 其实是神 跟人的一个collabor 是一起同工的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 人在知取神的智慧跟知识 然后来做这个管理 所以他知道每一个动物 神创造他的心意 跟目的是什么 可是当人失去了 与神的连结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与神隔阂 我们与神的知识 跟智慧也隔阂 意思是说 当我现在看到周遭 所有我要管理的东西 我看到我周遭 所有神托付给我要 管理的东西的时候 我发现一件事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带出荣耀来 所以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怎么可以为我效力 慢慢地 我们就开始剥削大自然 我们开始剥削 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开始利用 很多这些的东西 其实讲到的是什么 是当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可能我们觉得 这个是偷窃而已 可是它其实跟 一个什么东西有关系 其实跟我能否真的完成 神托付给我的使命 治理这地有关系 意思是说 如果我在贪这些东西 如果我某种程度 我的心跟我的生命 是不在一个正确的 关系里面 我真的没有能力去管理 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东西 我其实没有办法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我只能说这个土地 我们怎么样能够最短的时间 让它变现也好 或者是有获利 所以可能就把它砍掉 全部都种槟榔树 因为最快可以赚钱的方式 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的整个的土石流 很大的问题 其实是跟我们烂砍罚 其实是有关系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看不见它的目的 所以我就用一个 为我效力的方式 短视的方式 去管理这个地点 我非常喜欢你谈到这个部分 特别你谈到说 这个诫命原意是 讲到人口拐卖 而且讲到是剥削 因为你知道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里面 他们拥有的财产 其实不多的 所以人可能 甚至他们自己的孩子 可能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 比如说我们讲到圣经 里面约瑟就是这样子 约瑟就好像是被拐卖 被他的哥哥们 就是卖掉了 那么其实 在我们现代的工作里面 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 身为一个员工 如果我们成为员工 可是我们却利用上班的时间 我们在偷懒 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看看Facebook 然后聊聊LINE 然后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某一种程度 其实我们是偷窃了 我们的老板 给我们的时间跟金钱 对吗 我们偷窃了这个薪水 他每一个小时 他是付了薪水给我们的 可是我们偷窃了这些薪水 可是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如果是这是我们非常辛勤的员工 他们是非常有高生产力的 可是我们却没有把他们 应当得的薪资给他们 那么同样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是剥削了我们的员工 所以不管是资方或劳方 在这个诫命的里面 我们都必须要非常地留意 我们没有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 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 去利用别人 去滥用别人 或是剥削别人 不管我们是老公 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对我们的老板 我们老板不应该这么做 对我们的员工 我想到在以弗所书里面 这样子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这样说 他说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努力 亲手做正经事 那么这段事情 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正面 他告诉我们 不只是不要偷窃 当我们来思想 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 神其实赋予他更多的意义 就是这个不可偷窃的诫密 他告诉我们的是 让我们亲手努力 去做正经事 我们渴望在财物上面的昌盛 我们渴望能够拥有这些物质 这些都是好的 神是厚赐百物 给众人享受的神 所以所罗门也这么讲 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吃 他劳碌所得来的 这是一种福气 这是上帝所赐的一种福 所以神要我们能够亲手做事 能够亲手的努力 做正经事 保罗也这么讲 他说我这双手 供应我自己 跟其他同仁的需要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白白的得到任何东西 相反的是 他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情 这个诫命 有他的消极的层面 有他积极的层面 在这个消极的层面里面 不只是不要偷窃 更进一步的 我觉得像撒该 他曾经是一个偷窃的人 可是他说 我过去如果讹诈了谁 我从别人的手上 用诈欺的方法 不正当地取得财富 我要还给他四倍 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 分个穷人 我过去不正当手法得来的钱财 我要换四倍出去 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 你真的感觉到 在你的生活当中 好像你所说的 你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你觉得你占了 那一家公司的便宜 不管是你拿了 不属于你的公司的东西 或者是你觉得你偷金减亮 做什么 让我们都需要学习撒该 把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然后换回去 那最宝贵最宝贵最宝贵的是 我觉得路加福音第六章 三十八节这样讲 我觉得是不只是不要偷窃 然后要把我们所偷窃的 换回去 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 我们要开始能够亲手做工 做正经事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 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 我相信一件事情 神正在鼓励我们 在第八节最真实的精神是 我们不只不要侵犯别人的财产权 相反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乐意 把我们的财产 慷慨地给予出去的人 跟我细数第三章里面这么说 它说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知道我们必定会从主那里 得到基业为赏赐 我们所服侍的乃是主基督他自己 这段圣经里面后面也这样讲 他说那些行不易的 一定会付上代价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你知道不管是我们是一个员工 还是我们是一个经营公司的老板 我们都应该竭力地去服侍我们的企业 或是竭力地去照顾我们的员工 像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为了人而做的 当我们全力地为了公司 为了我们老板的好处 或者是我们全力地去照顾 我们的员工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会得到基业为赏赐 因为我们这么做 不只是在照顾我们的员工 或是不只是在为我们的公司 创造更大的利润 其实我们也是在服侍主基督 可是如果我们占了别人的便宜 或是我们利用了别人 或剥削了别人 或拿了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也要明白 这是一件不义的事情 我们也会因此付上了代价 所以我们很期待 今天从一个个人到一个企业 甚至到一个社会跟国家 在里面都能够真正地活在 神所设立这个 不可偷窃的诫命的里面 而这个诫命至终真正的意义 是因为在爱的里面 我们能够为对方创造更大的福利 而我们在一起 也能够创造更大的繁荣跟产生 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路上面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